最近雷射精緻手術 成為很夯的話題 不過今天要來談談的是 隱形眼鏡 也有可能會造成眼睛哪些傷害呢 今天很高興請到的是 舒田診所的眼科主任 王思宏 王主任 來我們節目現場 主任早安 妳早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早 主任在門診上 很多都是因為隱形眼鏡 來求診的 會遇到哪些問題呢 一般我們看到一些 年輕帶隱形眼鏡族 他來看門診最主要的問題 大概就是一個就是 眼鏡比較容易紅 容易癢 分泌會比較多 另外有些是說 他眼鏡比較容易會乾 會刺痛 我們跟他檢查起來的話 大概都是因為戴隱形眼鏡 戴得比較久 或是說他清潔保養不好 造成眼鏡的腳末 或是睫毛本身有一些病變 有些是因為他 可能戴隱形眼鏡 他忘了拿下來 就一睡 睡著了 可以等於說戴著眼鏡睡覺 到隔天早上起來 眼鏡整個紅腫痛這樣子 我們看到最嚴重當然就是因為 會腳末破皮 然後造成感染發炎 造成腳末潰瘍 可能因為刮傷對不對 對 好 最常聽到的就是熬夜 沒有拔下隱形眼鏡 造成眼睛的傷害對不對 好 另外 每個人都適合戴隱形眼鏡嗎 像是孕婦好像聽說 就不太適合對不對 因為隱形眼鏡族 一般需要做一個 眼鏡的檢查 如果說你是過敏體質的 或是你本身 淚水分泌就比較少的 或是你本身 油脂分泌比較多 眼皮比較容易發炎的 或是你的工作環境 裡面封殺本來就很多 這三種就不太適合戴 對 就不太適合戴 那孕婦的話 因為孕婦的話 一般會 身體的水分會增加嘛 然後腳末的幅度也會改變 所以你大概一般到結末的 大概懷孕的 大概後期的話 大概因為水腫比較厲害 所以弧度會改變 所以我們一般建議說 你大概懷孕之後 在最後三個月了 最好是不要戴隱形眼鏡 所以也要評估一下 自己到底適不適合戴 另外就是隱形眼鏡 分成兩種 軟飾跟硬飾的 硬飾的好像價格就比較貴 軟飾的是比較普遍 到底這兩種 戴起來有什麼不一樣呢 一般軟飾隱形眼鏡 因為它比較軟 所以它可以符合眼鏡的弧度 戴起來就很舒服 所以一般80% 都是戴軟飾的比較多 硬飾是因為它有一定的弧度 它要定做 然後適合我們眼鏡的弧度 因為它比較硬 它有一定的弧度 所以我們戴起來會 覺得抑物感會比較重 而且因為它硬飾的眼鏡 它會比我們的黑眼珠 角膜還要小 所以你要戴眼鏡的時候 它會動得比較厲害 動得比較厲害的話 其實淚水交換會比較好一點 比較不會有缺氧的問題 但因為它適應比較 它可能要需要 一到兩個禮拜的適應期 有些人就不太願意去適應 其實對於一般高度近視的 或是眼鏡比較乾燥的 或是比較容易過敏的 其實戴硬飾的眼鏡 其實效果是會比較好一點 所以像這類族群的話 就是比較適合戴硬飾的眼鏡 對不對 那保養上的話 是不是要特別留意呢 一般我們大概就是說 你一些清潔保養的步驟 都不能夠省略 你先去拿下來 一般我們是建議說 能夠戴的時間 8個小時 然後最多就是10到12小時 不要超過12小時 甚至說不要戴著睡覺 絕對不要戴著睡覺 因為眼鏡會缺氧 你拿下來之後就是不要偷懶 該清潔保養的步驟 都要清潔保養 而且該中和的 一定要中和 有些都是為了趕時間 忘了中和就直接戴上去 痛得不得了 雙氧水 雙氧水那個消毒的 我們也碰到過 沒有做好 沒有做好完善的工作 而且一般就是說 你不要為了省錢說 因為比如說你是雙周拋的 每天拋的 周拋變月拋 對… 或日拋變周拋 這樣的話對眼睛都不好 還有現在所謂這個 放大一些眼鏡 是不是也要提醒一下 民眾愛美的男生女生 都要怎麼注意呢 一般角膜放大 看起來是眼鏡是會比較黑 然後比較大 但是因為它是色素是直接在… 接觸到眼睛 對…因為它那個一個會 退氧會降低 另外一個它的色素 有可能會掉 所以有時候會 那個隱形眼鏡表面比較不平 所以我們眼鏡在 眨插的時候會摩擦到 所以會可能會造成 眼睛的一些發炎反應 或是說比較缺氧的反應 會比較厲害 所以我們一般會建議說 你不要一整天都戴著 你偶爾有些場合 會比較炫嘛 所以你偶爾有些場合 你去戴一下沒有關係 但是最好是不要一整天都戴著 而且不要長時間戴 所以每天戴最好不要 對… 會比較容易 對傷害眼睛比較大 不要容易出問題 好 今天非常謝謝王主任 來節目現場 我們先休息一下